嗨 我是狗一路 你是不是常听要有人说 有些狗狗好聪明 有些狗狗怎么叫都叫不会笨笨的 这一集 我们很客观的运用美国心理学家史丹利·科伦 也是被美国西雅图时报 誉为最擅长协作的狗朋友 结合了208位世界各地的育犬专家 小型动物兽医 犬学专家 进行深入的观察研究 归纳出狗狗智商的排行榜 一起来看看 你喜欢的狗狗排的第几名吧 要客观的看狗狗的智商 我们主要从三个面向来判断 一 本能能力 就是狗狗天生下来本来就会做的事情 像是刚出生的狗狗 眼睛都还没有张开 就会找狗妈妈的乳头吸奶 没有人教狗狗 它们碰面就会彼此纹纹屁股打招呼 情绪有起伏 就会摇尾巴 这些都是本能的一部分 二 适应能力 狗狗可以从环境中学习 适应 像是如果一直生活在野外的狗狗 会知道哪里有食物 哪里可以躲雨 躲避人群 什么人看起来有威胁 什么人是友善的 这些都是他在这个社会上学到 并且适应环境的能力 三 学习能力 这是判断狗狗智商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也是科伦博士研究的重点 他统整了很多狗狗智商的研究报告 发现某些狗狗可以理解 多达250个英文单字 甚至像是狗界学霸 来自英国的边境切瑟尔 他可以记得自己1200个不同玩具的名字 而普遍狗狗的智商 大约是2岁到2岁半人类幼儿的智商水准 而用学习能力当作主要判断标准 是因为学习能力越强 表示他越了解主人在说什么 也愿意动脑筋 完成主人要他做的事情 那世界上的狗狗聪明排行榜 有哪些狗狗上榜呢 金牌组是排行1到10名 金牌组的狗同学们 听到主人交了新指令 他们只要5次以内 就可以完全了解主人要他干嘛 然后也会做到 然后轻轻松松的记住 我们接下来就用握手当作简单的指令 用坐下当作比较难的指令 当主人说出握手的时候 他们伸手完成标准握手的几率 也高达95% 也就是快接近100%了 根本就是学霸等级 而且就算距离主人有一点远 像是你在外面草地上 狗狗可能离你远远的 主人说坐下 或是比出坐下的手势 金牌组同学 还是可以远距接受主人的指令 然后乖乖坐下 而且就算训练狗狗的人经验不足 学霸们也可以学习得很好 金牌组入围的有 边境牧羊犬 贵宾 德国牧羊犬 黄金猎犬 拉不拉多 喜乐地 蝴蝶犬 罗威娜 澳洲牧牛犬 银牌组 排行11到26名 银牌组的同学 会花多一点点的时间 主人跟他们练习握手 5到15次左右就可以学会 然后他们遵守指令的几率 是85% 而且如果比握手 更难更复杂的指令 像是趴下 扁 翻一圈 有时候反应就会稍微迟缓一些 但是只要多练习 就可以满快上手 当主人离他们比较远的时候 狗狗可能会反应比较慢一点 甚至不一定会做 但是银牌还是银牌 只要稍加一点点的练习 就能做到100分哦 银牌组的狗狗入围的有 科基 雪纳瑞 KOKA 博恩山 博美 威马猎犬 颗粒牧羊犬 德国短毛指示犬 铜牌组 排行27到39名 铜牌组是属于中等偏上程度的狗狗们 从附加他们指令15次以后 他们会表现出 诶 什么啊 有点懂又没有太懂的反应 需要反复不停的练习 才有可能学会你要他做的指令 而且特别是一开始给他指令 铜牌狗狗的回应率是70% 也就是说你叫他握手10次 其中3次 他可能在想等一下要玩什么 吃什么 有点分心 但是整体来说 等他们熟练之后 表现其实跟金牌银牌组差不多 只是动作没有那么顺畅 反应也比较慢半拍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又碰到恨铁不成钢的主人 明明是铜牌硬要他练成金牌 然后很严厉或是没有耐心 那狗狗的表现就会很差 甚至造成反感 铜牌也很棒哦 开心就好啦 入选铜牌的狗狗有 约克夏 萨摩耶 迷你渡冰 大麦丁 巨型雪纳瑞 玻璃犬 凯恩梗 法老王猎犬 看我高兴组 排行40到54名 看我高兴组顾名思义 就是比较放飞自我的狗狗们 学习程度中等 他们会在练习15到20次之后 才会后知后觉突然想到说 哦哦哦 主人好像是要我握手 如果想要有满意一点的表现的话 那可能会需要25到40次的练习 而且后来如果没有继续练习 可能之前学过的伎俩也会全部忘光光 蛤什么是趴下 可以吃吗 然后他们的指令回应率是50% 也就是10次里面有5次都在放空 如果主人经验不足 然后也没有什么耐性 可能就拿他们没辙了 看我高兴组 入围则有 超有个性组 排行55到69名 这一组就几乎快要无视主人的存在了哦 想要他有看起来很棒的表现 可能需要40到80次的练习 而且就算这么多练习 他终于学会握手了 不久之后也有可能会忘光光 指令回应率是30% 10次里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思考自己的狗生 超容易分心 而且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 才会作对一下主人的指令 如果主人站得离狗狗有一段距离 那主人想要远端叫他坐下来等待 可能连大喊大叫他都爱理不理 通常超有个性组的狗狗 会被画上独立 冷漠 高傲的标签 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忠于自我而已 别太苛求哦 这一组的入围者有 巴哥 法国斗牛犬 马尔基斯 日本众 古代牧羊犬 大白熊 沈柏娜 牛头梗 吉娃娃 萌呆组 排行70到79名 这一组不但忠于自我 甚至还已经达到了一个萌萌呆呆的境界 要让他们记住指令 通常要练习上百次 而且如果学会握手之后一段时间没有练习 下次你再跟他说握手 他就会歪着头呆呆地看着你 想说握手是什么 我第一次听过耶 指令回应率是25% 就是第一道快要没有想要离主人的指令的程度 哎呀反正我就负得呆萌就好 什么握手趴下管他的不重要啦 呆萌组入围的有 西施 巴吉肚犬 米格鲁 北京狗 松狮 阿富汗猎犬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惊讶 哎呦 这一组怎么有米格鲁啊 他不是都已经担任戚毒犬 检疫犬 怎么才排在这边 所以你看 这跟谁训练他是有很大的关系哦 我们等等会讲到 最后一组叫做完全做自己组 排行80到100名 要教会一个握手 通常需要练习上千次 而且几天之后就完全忘记 指令回应率是5% 超低 当他们回应指令的时候 行动通常能缓慢 充满不确定 而且心不甘情不愿 有些必须戴上项圈才会听话 一拖下项圈 就无法误天 什么都忘了 这一组就不用说是谁入围了 完整的100名列表会放在资讯栏 可以去看看哦 看完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有一些犬种不在列表内 那是因为科伦博士 是根据美国犬业俱乐部 还有加拿大犬业俱乐部 认证的犬种来排序 所以有些狗狗 像是杰克罗素梗 没有被认证 就没有在列表中 智商高 不代表就是高高在上 高等生物可以横拽 智商低 也不代表就是小笨蛋没救了 这只是科伦博士 客观的研究数据 而我们很大的一群 米克斯狗狗 虽然没有在列表里面 米克斯主人也可以依照 你对狗狗的了解 还有你跟他的互动 判断出他是哪个级别 而且有很多米克斯主人分享说 米克斯根本又听话又聪明 讲一遍 根本不用训练就会了 甚至超越了金牌组 超神 至于这6只狗狗是谁 先卖个关子 你们很快就会在电视上面看到了 科伦博士说 狗狗的基因决定了 狗狗聪明程度的51% 另外49% 就是狗狗的本能能力 跟适应能力 像是金牌组 虽然他有聪明的基因 但是没有好组人 跟好环境让他发挥 就像是球王梅西 如果从小被逼着写 无聊的作业 那你怎么也不会有一天 看到他发光发热 而其中好组人 更是很大的关键 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耐心 都影响巨大 就像是米其林主厨 就算没有好的食材 他一样可以做出 让你觉得超美味的美食 而完全不会下厨的人 就算给他再顶级的食材 他连一道菜都做不出来 像是柴犬 虽然排在看我高兴组 排名54名 但是你看我之前 画过的柴犬鼠尼 他就会跟主人 123加油加油 这就是有好组人 加上他愿意适应主人 一起加油 一起玩 就会感觉又聪明 又可爱 完全不输金牌组 还有戴蒙族的米格鲁 有了解他的主人 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为了美味的零食 还有主人的赞美 米格鲁也一定会努力起来 变成优秀的工作犬 甚至排在中后段的狗狗 很多都会在主人孤单 难过的时候 温暖的陪伴在主人旁边 那如果把这个爱主人的 温柔本能算进去的话 你就会觉得 他又聪明又温柔 所以每一只狗狗 只要碰到好主人 就等于狗狗的智商跟情商 都跟着主人一起变高了 让大家知道狗狗的智商等级 不是要拼个高下 最重要的 是要让主人知道 自己的狗狗属于哪一类型 然后用最适合他的方式 跟他相处 如果他是需要常常练习的 那就好好陪他 花比较多的时间 跟他在一起 如果他是绝顶聪明 什么东西一下就学会了 其实常常还需要跟他斗志 要把食物零食都藏好 而如果他是真的超级有个性 就是没有想要被训练 很容易分心 那就让他好好的做自己吧 反正他有个好主人 天塌下来 都有人帮他撑着 这么聪明干嘛呢 他就负责吃可爱 负责睡他的呆萌觉 好好陪在你身边 就已经是最棒的了 你觉得是吗 看完这一集 你家的狗狗是在哪一组呢 你家的狗宝贝 有做出过什么聪明 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都来跟我说说吧 我想知道 喜欢这一集 请记得分享给你的家人 跟好朋友 也要记得订热狗 打开小叮当 我是狗云鹿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